《灵命日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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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平安 欢迎收看今天的《灵命日凌》 今天我们要从新约圣经《雅各书》 第一章二十二节 一直到二十五节 来分享神的话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我又详细查看那全辈 使人自有这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学校正在教授功名与道德 一学起之后 老师就举行了期末考 学生几乎各个拿满分 对于孝顺父母 尊师重道 离义连迟 这样子的这些道理呢 学生们都耳熟能详 硬打如柳 最后一堂课啊 老师 发完考卷 称赞了学生一番 然后就拿出一颗柠檬 嗯? 嗯? 当他拿出一颗柠檬的时候呢 学生有一点摸不着头绪 不过这个教授当着学生的面呢 将柠檬一片一片一片的把它切了 然后满满的一盘的柠檬呢 在盘子上面 老师就问学生们说 看到我切柠檬的时候 你们的反应如何? 会不会觉得酸呢? 一群学生七嘴八舌的 就说了 有的填一下舌头 点点头 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就说 嗯?是的 感觉很酸 有的就说 酸的嘴巴都流出口水来了 老师又问呢 你们怎么知道柠檬含有 你们知道柠檬里面 含有什么样的养分吗? 学生们异口同声的就说 柠檬啊 它含有丰富的维他命C 老师又问了 你们看我切柠檬 有没有吸收到维他命C呢? 学生们就面对面的就看着 就说 应当没有吧 还没有吃进肚子里面 如何能吸收维他命C呢? 老师就说 没错 没吃进肚子去 就不会得到养分 光是会流口水 是没有用的 一定要把它吃下去 消化以后才有养分 对不对? 老师又问了 你们考试都考得很好 显然呢 你们已经非常非常知道 这些道德的规范 但是 在生活当中 你们有没有真的做到这些规范呢? 请大家认真地思考一下 然后 三个人为一个小组 互相把你们的答案写在纸上 学生们就照着老师的吩咐呢? 互相地写下自己生活的实践 道德的教育的这个情况 情形 有的昨天才跟父母怂气 有的不久以前才偷了学长的文具 有的人呢 常常对长辈呢很粗鲁 老师就说了 现在把大家的纸张呢叫过来 这才是你们公民与道德的成绩 学生们就急忙地问老师了 就说那我们之前的考卷呢 老师说 之前的考卷就像柠檬片一样 你们几乎都考了满分 就像看到柠檬片呢 大家都已经流了口水了 但是现在这张卷子呢 才可以看得出 你们到底有没有把柠檬吃到肚子里面去 这才是维他命C的这个测验 朋友 正如把柠檬吃下去 才能得到养分一样 唯有身体力行 才能够获得道德的正义 道德教育也不在说理 贵在实践 有些人对道德根本不屈一顾 有些人对道德说一套做一套 这是一种虚伪 有些人对道德心里饥渴 可目 却老是做不到 这是偷懒 思想的改变也是一样 单单听道是不够的 必须要行出来才能够得到好处 圣经 要我们实时地更新自己 就比方说在哥罗西书里面 他说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地更新 正如造他主的形象 但是要达到更新的效果 真正变成一个新人 就必须切实地吸收圣经里面的教训的养分 不是听了就忘 而是实践力行出来 因此今天上帝的话 他说呢 只是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因为听道而不行道的 就像人对着镜子 观看自己本来的面目 看见你以后走了 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被识人 自有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地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朋友们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命日亮 愿者赐你平安 下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